Lio聊世紀 天野東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崛起之隊金牌分組賽 那這場也是一場資格賽 好 那這場比賽比較特別是三打三 那由於賽斯是B級賽斯 所以應該台灣沒有很多人會來播報 那我看到覺得還不錯 我就來嘗試來播報了一下 這場3B賽的對決 我們先把顏色調一調 之前有觀眾會建議我把這個顏色 調成一樣的顏色 比較能夠分得清楚 兩邊的顏色 因為也有一些色弱的觀眾們 可能會有點碰不太清楚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把三邊 三個人的TC都改成了這個紅藍色 大家就可以看清楚誰是敵人誰是盟友 好 那目前看到對手 已經拿了兩隻錯名到前方 Roma也在前面 那這場比賽真的很特別 你看這個城鎮東西 大家是排排站 最前面這個 外加的人是削坡快 一層一層打進去 然後內隊就會輸掉 那這場比賽也蠻特別 左邊都是大量的木頭 然後這裡也是 基本上都是 好 那黃金的部分呢 則是跟阿拉伯其實分布是差不多的 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那路的部分也是三隻 那這個豬呢也是兩隻 基本上配置跟阿拉伯是87%相 不能再度了 但是中間這裡有大量的路群可以吃 一直吃一直爽 所以或許中間這個路群 或許是一個蠻重要的關鍵點 那不想看到這邊 條盾了 射了一些鹿 把這個鹿肉射死 他可能沒有打算自己要來吃 也不想讓對方趕掉 所以就趕快把這個鹿給射掉 因為射死的鹿呢 它的鹿肉量會慢慢減少 本來140肉 你看現在被射死之後 一直慢慢減少 變成125了 那先把對方那邊先射一次 那離自己比較靠近的地方 就可以用自己的肉碼去趕鹿過來 或是直接拆到魔防 或拆一根箭塔 直接控掉這個鹿區 去吃肉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要吃這一坨鹿區 然後還要投資一根箭塔 可能會有點傷到本 所以我覺得用趕鹿的方式 可能會更穩健一點 而且也不會受到這個經濟損傷 但拆箭塔吃鹿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把更多的手術 放在其他事情上 例如出兵或是早期騷擾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兩邊的文明 那目前看到葡萄人 這邊是選擇了 葡萄牙我在講什麼 那葡萄人在團戰來說 發揮算是蠻不錯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本身呢 他的這個文明 所有的黃金單位都是八折 而且到了地龍時代 還有這個港灣大商戰 我們俗稱的無限資源的戰術 可以拿來使用 那這個能力呢 讓他在團戰 可以到後期 無限差這個火炮塔 不用害怕石頭不夠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葡萄人在團戰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那法蘭克人的話 是一個標準級的馬國 因為他的經濟力來說不錯 而且還有192遊俠 在團戰來說 是老大哥的地位 基本上也可以把他當成 想像是中世紀的坦克 組出坦克的文明 就讓他坦 就交給法蘭克就沒錯了 那接下來看一下高敏 那高敏呢 本身也是一個 露獵獲取很快的文明 甚至比這個法蘭克還要更快 但是他沒有遊俠 只有這個重裝騎士 到了帝王世代後期 可能會是打一個大象開局 這個毛象夫 或是配奴炮象 甚至奴炮的一個搭配打法 當然也可以出一些重裝騎士 這個帝王初期 爆這個重裝騎士 出去馬爆 也是可以考慮的 或是城堡世代 都很適合 那帝王來說的話 會比較適合大象 因為帝王來說 重裝騎士的影響力 就沒有像遊俠這麼強大了 重裝騎士 人在帝初 或是在城堡世代的時候 會更有用一點 好 接下來看到這邊 對手條隊了 已經把這個城堡中心 Delete掉了 然後去往前插 要來直接 TC爆 對手 那TC爆這個戰術 我會比較建議 選擇霸戰庭人 或是波斯 這兩個文明 那手選已經是波斯 因為波斯可以讓城堡中心的血量 變成兩倍 那霸戰庭的話 是稍微增加一下 建築的血量而已 所以並不是兩倍這麼多 所以手選一定是波斯 好 那這邊看到 這邊是放了13個人在裡面 非常多 那為什麼 條盾人也適合TC爆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箭矢的射箭量 會更多一點 你平常只有這個死人放15個人 他這邊可以放到25個人 放好放滿 放到最多那種 那這邊要塞到25個人 其實也蠻困難的 所以我還是比較建議 選波斯或敗戰庭 因為你要波到25個人 再進去的話 你的這個流程 跟效率來說 會沒有辦法 重傷到敵人 那當然 這邊也可以繼續按村民 把這個村民繼續補滿 補到最多 到25個人 好 那待會村民一出 就趕快一直去 按這個 村民在這裡 然後把這個旗子 插在城鎮中心裡面 村民一出 就會放到這個TC裡面 好 那這邊看到 藍方已經準備了幾隻肉馬 這邊肉馬 是由法蘭克這邊出的 一到封建時代 就血量加成20%的優勢了 好 這邊終於放棄這根城鎮中心 那條盾這邊 也沒有繼續射箭了 開始要來挖其他資源 然後看到 我們繼續介紹一下 條盾這個文明 那條盾這個文明 除此之外 他的 農田也是很便宜 可以高速開農 而且他的城堡點下金冠技術 射程非常遠 連火炮都可以反制 在團戰來說 控圖來說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還有一個團隊加成 是可以讓所有單位抗招響 所以在團隊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文明選擇 個人也蠻推薦 條盾在團戰中出現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後方 後方選擇兇人 兇人 兇人這個文明是 比較一個速成的 一個馬功國 跟騎士遊俠國的一個選擇 有點算是偏 遊俠的玩法 在團戰來說 當然你要打馬功也是可以 但是也要其他人 可以打遊俠 當坦克的話 再去做出 打這個馬功的選擇會比較好 好 這邊直接TC往後爆 要來直接爆了 法蘭克後面的城鎮中心 法蘭克這邊好像沒有守住的樣子 看來這邊還是要被對手蓋了起來 城鎮中心看來是沒救 這個應該是可以了 拿下了 法蘭克人這邊很尷尬 被蓋了這根城鎮中心 而且農田也被控住了 這邊的馬就可能弱馬出來也會被騷擾到 好 兩邊肉馬再繼續開打 那兇人這邊果然是打一個肉馬開局 因為他是要偏為主坦的一個位置 好 那看一下後方 後方是蒙古 如果前方是兇人 後方是蒙古 那馬功絕對不是有兇人出的 肯定是兇人出肉馬 騎士遊俠 甚至達拉和騎兵 那在這種團戰來說的話 達拉和騎兵就不是首選單位了 反而是出遊俠會更適合一點 那後方的蒙古呢 就只要專心出蒙古突氣 就可以做出一個很好的殺傷力了 好 那這邊前面條盾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直接爆了兩個人的城鎮中心 效果非常十足 但是這時候 高滅人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已經轉出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要來幫忙隊友 來去進行工程 那這邊建議會選擇投石車 不要用衝車 因為衝車的話還有可能 會被對方直接把村民放下來 然後直接爆打衝車一波 這時候你就會說 那法蘭克也可以把村民收進去 幫忙射一下打衝車的村民 但是這樣就會傷到法蘭克的經濟 直接拖花兩個人 這個就是條頓人最想看到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遇到這個情況 你又是內家 那最好就是要選擇投石車 因為投石車的射程 城鎮中心是射不到的 好 那後方看到這邊草原騎兵已經出來 某國沒有先打一個馬功路線 反而是先轉出了一些草原騎兵進行防守 因為他可能意識到這邊再不出兵的話 自己的兇人隊友可能會勝不到城堡時代 目前還是在封建時代 因為前面出了太多的肉馬了 所以導致經濟很差 好 條頓這邊的村民被射掉了幾隻 但沒有辦法 因為正面的軍隊不太夠 好 這邊來了六隻的草原騎兵過來營救一下 後方騎士也在輸出 肉馬也過來 這利用異攻的射程稍微做個拉打 其實打出的傷還蠻多的 但弓變傷還是很高 好 再繼續往回拉 OK 你看這個利用異攻射程喔 鏽光這裡所有的單位 瘋狂拉打 這個對草原騎兵是一個很好的操作 好 這邊 高棉直接轉出了騎士而不是大象 欸 這個就有點奇怪了 好 這個騎士應該是往前 為什麼會說奇怪呢 是因為旁邊就已經是城鎮中心喔 直接出大象來頂喔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感覺是並不差的 好 騎士出來 到上前硬打了嗎 好 後面村民想要逃跑但沒有機會 好 有一波已經往上走了 好 草原騎兵再跟過來 哇 草原騎兵瘋狂往前頂 頂掉了非常多的弓兵 這邊弓兵是由葡萄人出的 葡萄人這邊明明城鎮中心被爆了喔 居然還可以轉出先弓兵幫忙 這一波打得還算不錯 好 這邊再繼續硬頂 但是草原騎兵已經衝到後方 直接收掉了後方的投石器 哇 這個投石車被拿下 讓這邊條盾的塔弓喔 可以再繼續騷擾一點東西 好 這個時候 凶人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法蘭科人這邊喔 也要找個機會喔 趕快去點城堡時代喔 不然待會是兩個人城堡 打三個 打兩個封建 還有一個城堡 所以凶人這邊喔 稍微可能要 趕快升上去之後 轉出 哎喲 轉馬弓 馬上打臉 我想說他如果這邊要打騎士的話 肉類可能要木頭 要多灑一點農田才對喔 結果是轉個馬弓喔 OK 那凶人有這個城堡時代 九折馬弓的優勢喔 可以更快量產起來喔 這個馬弓的數量 好 上方直接抓到村民 沒有想要先打後方的草原騎兵 而是先射村民 OK 再射掉一村 條盾分數非常慘喔 但以戰術執行上來說 他是做到非常多事情的 所以也不能說 條盾怎麼那麼廢阿 他已經搞到兩架了 戰果來說已經很不錯了 好 城堂中心再繼續輸出 就射掉了一隻騎士 後方果子有再繼續吃嗎 條盾沒有再繼續吃果了嗎 因為他村民有點在斷囉 沒有再繼續按村民的 缺食物 好 後方的村民也被抓包 OK 四隻草原騎兵在這裡 好 終於點了城堡時代 這應該是法蘭克人的 法蘭克人這邊補了城堡時代 一補下之後 待會就可以轉騎士 現在高敏喔 還是要趕快先出一個騎士喔 來坦一下 OK OK 目前蒙古的草原騎兵喔 還是給到了對手蠻大的壓力 OK 這邊TC爆沒有事情做了 先來法蘭克木 存點資源喔 待會可以再繼續往前推進喔 但由於沒有石頭的關係喔 條盾這邊還要挖到100石頭 現在只有87個石頭 那木頭也要再275 才可以繼續往前TC爆 但這邊再繼續往前TC爆 是有點危險的喔 因為這邊已經有投石側的關係喔 所以要再繼續深入 是有點偏困難的 好 這邊蒙古的 不是蒙古 兇人的馬功已經開始產生了出來 開始往前推進 突然覺得這兩邊的文明還蠻有趣的 法蘭克跟葡萄牙是歐洲文明 出了糕面喔 然後蒙古跟兇人是草原果 油木民族果 有點這種上帝之鞭的味道 好 法蘭克到這邊能扛住嗎 差點被收掉 好 馬功的數量越來越多囉 九隻馬功 繼續往前 繼續往前 好 這裡補下了非常多的房子 想要再繼續讀口 但沒有進來 直接把房子delete掉 你要確定欸 這邊 他要是進來就很難受囉 OK 上方兩台托石車繼續往下走 這時候葡萄人點下了 城堡時代 沒想到他也可以點城堡了 那反則是條盾這裡喔 已經沒有辦法繼續TC爆了 這邊已經開始撤退了 並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不是不是說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並沒有再繼續往前深入了 反正是在後面開了城堂中心 那就意味著喔 待會蒙古跟凶人喔 兩家喔 要獨立對抗三家城堡時代的威力喔 那條盾這邊呢 最好是趕快升一下時代吧 永遠不能永遠都在 這個黑暗時代 總是要 要有進步喔 才有可能幫到隊友 這邊趕快多採肉喔 肉有點缺 但還好條盾這邊農田很便宜喔 直接殺 先撒農田喔 也不會太心痛 打兩馬弓 配上草恩騎兵 直接深入到了高敏的後面 高敏的後方 要擋住這一坨馬弓 其實不太好解 還好現在馬弓還沒有彈道血 射得有點歪 這裡有更多的馬弓過來 但是兩殘毒砲 直接逼退了對手 但是自己的老頭也倒地 這時候補了一個重裝長槍兵 這個是誰補的呢 我猜是法蘭克 為什麼是拆法蘭克呢 原本法蘭克 沒事 是葡萄牙輸的 原本法蘭克的肉量 或許會更穩定一點 結果沒想到葡萄牙這邊 農田是大爆殺 這應該是能產的出來 高敏這邊 要再繼續轉出一些奴炮 這個是葡萄牙 葡萄牙也在出奴炮 高敏也有出來 好 OK 高敏的奴炮出了蠻多的 好 這邊利用奴炮 加上騎士慢慢往前伸推 開始把這一大隊的騎士 跟馬弓 給逼出了自己的領土 這邊尾的還算蠻快速喔 至少稍微尾一下 這邊條頓也準備要來剩下 封建十代了 肉量還不夠 還什麼還差這麼多 我剛剛看錯資源 看到蒙古的 好 這裡點下了品種跟二級馬凱 高敏這邊還要再繼續出騎士 往前推 好 這邊騎士往前砍掉了兩隻馬弓 第三隻也拿下 長兵繼續往前 但左邊草原騎兵已經打出了一個破口來 這邊一進來 要怎麼打呢 草原騎兵一升入進去 後方的農民可能會受到一點傷害 正面的馬弓邊打邊退 完蛋 停下來了 停下來就要被挨打了 怎麼辦呢 這邊騎士打得非常沉痛阿 但馬弓傷害其實也不差喔 OK 又是在射掉一隻騎士 應該可以收晚了 因為馬弓數量夠多了 OK 搞定 好 高敏這邊騎士過來 來 要衝進去嗎 吳三櫃開門 不錯喔 直接衝到 兇人的家裡 兇里德馬弓又在繼續被追逐當中 趕快做個拉扯 兇人這邊已經是有點品種的了 有點品種還是這麼痛 好 這時候條盾喔 終於補下了封建時代 好 蒙古這邊3TC 喔 不止喔 4TC開農 這邊還有個城鎮中心 好 高敏加上騎士長長兵大軍直接往前 要來給兇人的馬弓更大的壓力 草原騎兵繞了一圈出來 家裡應該是有殺到一些東西 但並不多 因為家裡一直有兵在防守 直接把蒙古的草原騎兵給逼退了回來 好 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好 匈奴有城堡之後 正面的黃金門面喔 就可以稍微守住了 如果大歪在守住更多東西的話 這邊也可以考慮再補一棟城堡 兩邊喔 兩個城堡 會更好一點 好 普通仔直接前壓了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是要在前線補爐炮 好 看來分工合作還是我在做的 好 那目前條盾升到了封建時代之後 可以馬上再點一下這個 城堡時代 唉唷 這邊突然一開打 草原騎兵直接撞上了大量騎士 後方的工程器被打掉了非常多 四台奴號被收掉 還有兩台投石車 這邊工程器損失殆盡喔 我們來稍微回去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好 這邊看到草原騎兵直接往前推進 投石車DC沒有辦法反擊成功 反而被收掉了大量的工程器 哇 原來是這樣被收掉了 這波草原騎兵的突擊打得非常成功 好 那我們來看到 這邊升到封建時代條頓 馬上就補下了一個 我以為是輪走 依然是蒙古補的輪走 這個顏色一樣 就很難知道誰是誰 播報上來說會有點麻煩 不知道誰幹了什麼事情 好 那顏色一樣 我們就盡量解說啦 有個解說錯誤的部分 大家就多多包涵一下 因為還是要以大家看得比較輕鬆為主 那騎士全部都混在一起 不知道誰出了騎士 高緬出了13隻 法蘭克出了9隻 那血量來說 也是120滴血 但攻擊力還沒升 好 這裡有少量的村民也被抓包 好 這邊開始馬國主規律爆發出來 兇人這裡 直接轉了大量駱駝 是蒙古 不是兇人 好 駱駝先拆掉工程器 哇 這一波駱駝可能要被擺給掉了 跟騎士的數量很多 好 右方又再次的往前推進 擋住了 蒙古這邊的繼續攻勢 反而讓蒙古這邊受到了一點傷害了 條盾這邊也是受到了一些傷害 有隻騎士直接過來騷擾 補了一個士騎 上面開始圍打石牆 哇 剛剛條盾再濃的時候 就應該要拉石牆幫忙隊友稍微圍一下 結果他沒有幫忙圍 現在才開始圍 有點圍死一彎了 大量的 高免跟法蘭克騎士 已經深入到了後方 這面的馬弓直接被砍爆 兇人 有點... 虧不成軍 好 但是這面又有更多的駱駝出來扛了 稍微有點把戰局給淹了回去 好 但這時候有人點下了帝王時代 到底是誰點的呢 我猜是高免 好 高免點下了帝王時代沒有錯 好 待會上到帝王時代的高免 要考慮的事情 是要不要轉大象 或是直接繼續騎士暴 那繼續打重裝騎士暴的話 優點是可以繼續追擊馬公 這些打贏正面的草雲騎兵 但是缺點是 這個中間的爆發力不夠強 可能如果數量不夠 或是資源的路線被拉太長 會有這個戰力不足往前推進的問題 也有可能也會被大量的駱駝給擋了下來 那大象的話這個問題就會比較小一點 當然大象的問題也會被招想 所以 種種的分析 高免這邊繼續出重裝騎士 到了帝王在考慮要不要轉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現在重裝騎士要打這些馬公啊 或是草雲騎兵 或駱駝多多少少有點優勢喔 畢竟駱駝沒有升到重裝駱駝之前喔 切實傷害跟防護力是非常薄弱的 並有到非常有這麼克制騎士喔 算是只有六四開喔 對騎士這種感覺 所以騎士來說 打駱駝還不是重裝駱駝的情況下 還算是蠻給力的 這就是為什麼騎士馬爆這麼厲害 連克制單位喔 都有點扛不太住騎士了 好 更多的馬公往上跑 但只剩下十四隻的馬公 這裡有人點下帝王十代勞 蒙古人點下帝王 開始轉出蒙古突擊 這裡馬公繼續抓掉右邊的騎士 這邊更多騎士衝了過來 但是看到大石牆沒有地方 可以進去 這時候家裡也是拉了一條防線 葡萄牙也是開始幫忙協防 蓋了一個城門 正面騎士直接衝到了城堡下方 開始在抓金礦處旁邊的村民 OK 騎士要趕快繼續往下 哇 這邊城堡射得很痛 好 這邊又燒了到一塊木區 又變成騎士也是燒了到了一點蒙古的城堡中心 這時候條盾終於升到了城堡時代 但這邊他的目標是兩百人口 趕快農到地龍時代會更重要一點 最好趕快農到地龍時代 再去挖石 開始插城堡 點金罐 開始來幫隊友防守 或控圖 因為他這邊出重裝騎士 或是出騎士來幫忙 其實意義不太大 因為他本身需要的黃金數量要夠多 經濟也要夠好 但很明顯 條盾現在沒這個本錢 不如插個城堡幫忙血法 或是幫忙拉石橋 可能就是他最大的貢獻了 好 這裡有個破口 本來這裡要壓寶 好 結果城堡沒有蓋起來變98% 在後面這邊 城堡沒蓋成功 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後方這一坨騎士 已經衝了進去 再繼續砍到更多村民 哇 但還好 這裡沒有三級攻 有三級攻的話 就可以砍很快了 三刀就可以砍死一隻村民 但沒有三攻的話 還是要砍到四刀吧 對 要砍到四刀 因為有一隻村民是一滴血 砍四刀就有點麻煩 好 這時候點下了精銳蒙古圖記嗎 上次了 完蛋了 好 精銳蒙古圖記已經升級好了 但是蒙古這裡沒有人當坦克 沒有遊俠 所以兩邊都是馬公果 大量的遊俠 淹過來了 可能會看不太久 或是大量重裝騎士 所以不管怎麼打 這邊蒙古還是有點偏劣勢的 而且現在又少了一家條盾了 這邊也要趕快 盡騰的農上去 靠著自己農田便宜 看可不可以爆出更多的經濟出來 那條盾這邊 也可以選擇 給... 就點這個 造幣技術 然後給隊友支援 也不一定要真的去 挖城堡出來 或是點這個金冠來防守 直接給隊友支援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200匹 當農民 給隊友支援 蒙古這邊 開始用巨型頭C 開始反制前面的城堡 這邊重裝騎士 準備升級好 法蘭克也要變身 一變身之後 馬上補下了遊俠的升級 也補下了更多的馬修 後方的馬修 準備要來爆出更多遊俠 一波帶走蒙古他們了 蒙古這邊似乎還沒有準備好 好 待會進來的一波遊俠攻勢 待會遊俠進來的話 只靠蒙古突擊 加上 兇人的馬弓 可能是扛不住正面衝鋒的 正面的遊俠衝鋒 需要大量的駱駝 甚至這個長槍兵 才有可能守不下來 好 這邊蒙古打工程器傷害非常高 直接點掉了非常多的工程器 哇 瞬間收光 Easy 好 正面城堡也收下來了 但遊俠還有一分鐘 大洛馬也準備已經要升級好了 左邊城堡也繼續補下 法蘭克城堡連環插了出來 這是普特拉的 不是法蘭克 法蘭克城堡在這次改版 稍微下修一點點 城堡是大概只有15%減免 但是到了地獄時代 一樣是25%了 稍微削弱了他城堡塔弓的威力 應該是寶萃威力 不是塔弓 好 這裡補了非常多的視角 大家來準備來貿易大傻逼一波了 準備要來發大財 OK 看起來 還是有意識到遊俠扛不住 轉了重裝長槍兵 這是誰轉的呢 我猜是凶人 因為現在凶人打遊俠 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克制住 感覺凶人去出重裝長槍兵 是更好的一個選項 好 正面大陸馬直接衝了過來 去試探一下軍力 好 發現蒙古他們家的兵力 就是大量的蒙古突擊 還有馬功而已 其實輕了一久 就可以打得下來的 其實威力 威力不夠大 右邊的遊俠中 打出了一個破口 衝了進來 拆掉了巨型頭司機 游俠繼續往後進攻 好 這時候 條盾人補下了一個軍營 還有城的中心 好 兇人這裡補下了長槍兵 開始再量產出來 好 蒙古突擊直接被遊俠包著打 有點難受 怎麼辦呢 四處著火 條盾夾也爆炸 後方有少讓遊俠衝到後方 好 但是正面已經快要擋不住 但還好下方有城堡 還有三隻的蒙古突擊 稍微守住了遊俠的攻勢 好 這裡有更多的大漏馬 虛王莉輕騎兵衝了過來 高梅這邊決定是用大漏馬 然後開始轉貿易 轉完貿易之後有很多錢 第一後之後再轉大象出來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找到這個時間點 就一堆漏馬進去騷擾 說不定就可以完事了 好 遊俠跟著我噴了過來 192遊俠真的太強大了 很難解 好 正面的馬弓有點 渾身乏術 快扛不住 好 但兇人這時候已經升好了疾兵 疾兵一升級好之後 這個遊俠就可以稍微扛一下 但是兇人的步兵鎧角 是沒有三防的 但是他有槍兵這個疾兵升級 所以還是可以用的 好 就會轉一堆大量的槍兵出來 這邊再稍微拉打一下 右邊蓋了一個城堡 因為蒙古待會會有被斷木的可能性喔 哇 遊俠到處亂竄 砍了非常多的村民 感覺192遊俠這一波衝鋒 已經重創了蒙古這一邊的經濟 村民差距已經被誇到了一倍 411村對上195村 遊俠192遊俠瘋瘋狂衝鋒 好舒服 好明鏡頭司機慢慢攻城 但沒有再去往下拆這一棟城堡 但是現在靠遊俠一個人 法蘭克一個人就可以打爆 對面三家的感覺了 這就是192遊俠這麼強大的地方了 好葡萄這邊轉出了一些戰毛兵喔 要來幫忙打一下這邊的槍兵 那肉馬這邊可以選擇布里喔 直接往下衝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但是這時候 蒙古 兇人 還有條盾 大家出了GG 哇MVP喔 果然是遊俠 出了144隻喔 可能高命喔 這邊是把僅剩的黃金喔 全部給了法蘭克喔 那葡萄這邊也是喔 全部給法蘭克這邊轉出遊俠 然後剩下的隊友都出垃圾兵喔 這個戰毛兵量跟大肉馬 然後剩下的黃金就拿來跑貿易喔 確實這個組合喔 會讓對手很難受 因為遊俠實在是太強了 192遊俠三攻三防全滿 還有192滴血 要正面扛坐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稍微瞄一下就好 好那這邊高明果然拿到第一名的勝利喔 肉類 因為他有一次元農田 蒙古則是挖了非常多的木頭 因為他要打蒙古塗技喔 木頭的需求量需要更多一點 還有黃金 那看起來總體而言喔 這個高明人喔 還是做到蠻多事情喔 那法蘭克人感覺這樣是VIP喔 但其實高明這邊喔 是給了隊友非常多的資源喔 讓隊友可以轉出更多的遊俠出來打 當然遊俠後期也是非常關鍵喔 但沒有高明這個存在喔 法蘭克人應該也不能轉出這麼多遊俠 直接向前衝鋒喔 那條頓這邊呢 則是前面做得很好 但中間有點沒有辦法即時轉容喔 他也有點堅持想要再繼續升差城市中心喔 錯過了轉容的時間點喔 造成後期沒有辦法做到任何事情喔 甚至給資源都有點困難喔 所以最後呢 蒙古這邊只能打出了GG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